好 恶邻居真的是让人觉得蛮傻眼的 还有看到有男子骑车回家 发现自己家的毛小孩跟邻居的狗 两个人不断的 两只狗不断的护后 他想要来制止 结果邻居拿着红色的塑胶椅 直接丢了过来 飞扑过来 一阵暴打长达30秒 这名男子一阵猝恶 因为身体不舒服 当下是没办法反击的 动弹不得 人到攻击结束 才骑车回家 导致他的左小腿 以及他的背部挫伤 机车的车头车身都刮伤了 涉花就医验伤要提高 31号凌晨一点多 在国道一号嘉义的民雄路段 发生了大型车追撞车祸 连结车衰落边坡 被撞了大货车 冲了对向车道 驾驶当场埋了生命迹象 元旦廉价第一天 半夜一点就发生重大车祸 两辆大型车严重撞击 一辆连结车掉落边坡 索性车上两人只有轻伤 另一辆大货车就没这么幸运了 冲到北上车道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受困车内当场没有 生命迹象 来看看现场状况 就在国道一号嘉义民雄南下路段 发生这起严重车祸 可以看到国道旁围栏全被撞烂 连结车喷飞倒在树丛 货物散落一地 卡车180度翻覆 驾驶还受困车内 警商人员紧急出动 大批人力紧急抢救 大约在半月两点的时候 把人救出紧急送医 还有另外一辆小客车受到波及 走进车上没有人受伤 而这起车祸也造成 国道一号北上南下车流堵塞 国道警察也将指挥交通疏导 并离清事故发生情形 新北市供僚三十号清晨 发生严重的凉死车祸 冷辆沙事车在台河县 因为不明的原因对撞 当中一位驾驶头部受到重创 当场死亡 匿名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救出送医之后还是宣购不治 详细的就是原因有待进一步理清 橘色卡车车头完全变形 内部肌腱外露 车顶不见踪影 整个车侧仿佛被扒了一层皮 车体还凸了出来 后方祸斗歪曲变形 沉波浪状 整个驾驶被沙石完全覆盖 宛如废铁 另一辆绿色沙石车 则是整个车头歪斜翘起 后方肌腱弹曲45度 车门翻开 车头凹陷全毁 路面也被飞散的沙石铺满 现场满目疮痍 这起死亡对撞车祸 发生在新北市共辽区 31号清晨5点47分 陈信沙石车驾驶 经过台二线 与对象的另一辆沙石车 因不明原因对撞 一度造成双向道路封闭 陈信驾驶也一度受困车内 救护人员必须使用破坏工具 才把他救出送医 无奈已经抢救后 仍然毁天乏术 另一名沙石车驾驶 则是撞击瞬间 由于撞击力道过大 头部受到重创当场死亡 民众看到惨剧 不禁眼面低头 警方获报出动三名警力道场 排除路面状况 并协助指挥交通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在厘清当中 记者朱定龙 张志人 基隆报导 全球的状况 并且评判施